其实芝河园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它最重点的地方就是琵琶湖 因为琵琶湖也是日本其中一个最大的湖 这个湖可以说是供应了京都食水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沿着湖那边有很多不同的城镇可以参观 最出名的是大津市 因为大津市叫他们这个园首府城市 而且很近京都和大阪 所以很多人如果要去芝河园 比如说所谓参观想去住温泉 都会很自然选择大津院 我现在就算拗痕 拗了口罩都没人知道真的好 看不到我 再继续讲 今次我们除了去大津院浸温泉之外 我也去了一个琵琶湖里面的圆光 一个城市去做一些观光 这个地方叫做长崩 听这个名字 你会想到很多东西 尤其是如果这个名字给了封中三字 我想他们会说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通都一定会说 甚至我怀疑他们会拉团一起 所有男人过去这个地方 住十日八日 希望回到来之后就可以认保刑 其实这个长字就是长短的长 崩就是海崩的崩 而且日本的汉字写法就是简写 就是三点水做过士兵的兵 我们看一下第八号号 这个长崩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景点 其中一个就是一个火车的博物馆 其实不说也不知道 原来长崩这个城市 虽然我们这个年代 很少人会听到这个地方 但原来上当年很久很久之前 长崩其实是往来关东关西 尤其是大阪京都和东京之间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很多人都会可能在关东那边 在关东那边就搭火车 就过来关西的时候 就去到长崩 下车之后 然后转搭船 就横到琵琶湖 接着再接驳另一架火车 去到大阪或京都 而当时的火车 据说都好像是英国负责兴建的 不是英国就是美国或者欧洲 所以你看到当时一百多年前的火车 这个火车 其实不比较古旧 和欧洲所见的那些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特别去参观 那个旧时的长崩站 再加上这个火车 大家玩了很久 本来想着参观半个小时 最好玩了一个多小时 因为大家玩得太开心了 我们拍了火车相拍了很久 下一张照片也是我们拍了火车相 你不要以为只有我一个在睡怒鬼 其实我们很多团友都是爬来爬去 爬来爬去 又睡怒鬼 又爬地 玩得很疯 看完这个火车这个博物馆之后 我们就去了附近一个地方 真是这个长崩市 一个很重点的旅游区 叫做黑壁广场 我们看下一张照片 黑壁广场 其实真的看到有些建筑物 真的游了全部黑色的 其实好像这个地方 以前也所说 因为长崩以前也是一个很重点的交通缩漏地方 到后来因为有很多飞机、火车、子弹火车 长崩的重要性都掉了 于是变成一种老区 老区就变成了很少年轻人 愿意留下工作和居住 变成了经济的状况 变成了一亿惡化 到后来 有些人就发起 希望将一些老区、老建筑 重新做保育的工作 于是就用一个黑壁广场 这件事去做提倡 因为外德当时好像说有一座建筑物 不知道为什么游了全部黑色 它游完之后 其他周围的店铺和建筑 都好像跟风 觉得游完黑色 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售价 很特别 所以这一区有不少建筑 都好像这个建筑物 游了黑色 近年得到保育之后 活化了 很多新的店铺 新的经营者都进来进驻 变成这一区 现在看旅游业来说 都是非常之兴盛的 我们去的时候不是4月6日 所以就静一点 但是因为这样 所以玩得开心一点 但如果你去到天气力好 或者4月6日 或者公众假期 这里真的很多人 我们看一下章上 就是小童过马路 如果你在日本周围的地方 都会看到小童过马路的样子 通常是给一些示意 就是说附近有学童 大家驾车人士小心点 让他们过马路先 其实这个小童 其实好像发源地 都是在长宾的 所以长宾有很多小童 过马路的纪念品 和手信 再下一张照 就是这一间 是这里的著名食市 叫做茂美寺屋 专做香土料理 其实当天我们 本来想吃的那间店 因为休息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间店 其实也偶然的 但是进去又觉得挺有趣 而且原来是一个名店 至少在这个地区来说 是一个名店 我们再看一下章上 进去你会看到 它有和式的设计 也有一些洋式的桌椅 所以有些就抹鞋坐塔塔米吃 有些就可以不用抹鞋 就坐回洋式的桌 在墙壁上面 你会看到有很多旧照 和旧的展报 我们再看下一张照 就会看到 原来当时有一套电影 我想香港以前上过一套 叫做男人四十万巨巨 就是屋美青 这个男人演员做的 一系列的电影 就说一个男士 去到一个年纪 都是单身 去不同地方 或者又贪她家人 做了很多很多很多集 导演就是山田洋翅 非常之著名 当时他们是在这个区里面拍摄 还有他们也有来这间餐厅用餐 所以当时令到这间餐厅非常之受欢迎 亦都声明大噪 下一张照片 你就会看到 离开了大家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其实来参观长宾的时候 都有来过这间餐厅享用午餐 我不知道午餐还是晚餐 可想而知 这间餐厅 都是这一区的代表餐厅之一 否则其实日本政府 都不会选择这间餐厅 去招待安倍晋三 你会看到 左下角 那个位置 那张桌子 就是安倍晋三 跟他那些 一起用餐的地方 很巧合 下一张照片你会看到 那张桌子就是我们将要用餐的地方 我们的团人就是这张桌子用餐 就是跟安倍晋三 当时用餐的桌子一模一样 下一张照片 就会看到一些野食 他们的野食也是偏简单些 但有很多元化 他们最出名的是 用椎茸 即是大冬菇熬汁 熬了一个汁 漿和一点的 質感强烈一点的 再加上一些豆腐 混合一些烏冬去吃的 我们在场也有个团友 有吃烏冬的 觉得好吃的 另外它也有 有条麦面 有饭 我叫了一个冷烏冬 再配一个 应该是三文鲜鱼饭 那些鲜鱼也是在 祥宾附近的地区 琵琶湖那里拿回来的 那些面是 他们自己的店铺手打的 说真的 是非常之好吃的 因为面质非常之爽滑 有硬度 但又很爽 但也很滑 以冷食来说 非常之好 还有三文鲜鱼 我也觉得非常之鲜味 加上少许饭 加上芝麻 真的很清心 其实这个餐很便宜 但味道真的很好 接着下一张照 有些朋友也有谈讯 为什么节目的照片是橫的 因为都是技术性问题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不包涵就拼你一锅 接着下一张照片 很棒 因为祥宾市 你会看到很多地方 都买种清语寿司 清语寿司有很多种不同风格 在祥宾 在东京吃的 通常都是用醋叶 清语是生的 而在祥宾 经常吃到这种熟的清语 它用火炽的清语 在清语和饭之间 它再放一块姜 再加一块大叶 不知道是紫苏叶还是大叶 所以令到味道的层次又多了 又饱吐又鲜味 所以如果大家去祥宾市 都要吃这种壽司 一点都不贵 接着同一条街 我吃完这顿饭 虽然很饱 但都忍不住到处走走 看看有什么食物 于是看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这间手作工房做面包 我好几年前都来过这个店 买过他们的炭火烧面包 我觉得真的挺好吃的 而且它只做了两款口味 我们看看下一张照片 里面就是这样 就是有个老板 这个真的是老板兼售货员 在这里卖一种面包 两款面味 全部面包都是炭火烧的 再看下一张照片 其中一款面包就是这一款 另一款面包都是这么大 整个大型面包 600几英至800几英 左右 可能一款是无限 可能加了不同的谷物 所以价钱不同 它的面包都是里面松软外面香脆的 你会看到面包皮都很明显是一种country bread 很脆很脆的样子 所以它开了这么久 就算在疫情期间 它也可以经营下去 我想可能在疫情来说 越卖一些简单 而经常都要吃的食物 越能够生存下去 接着下一张照片 就是它之前在这个 特别说面包和一些地区的美食杂志做封面 可想而知它也受到一些重视 去到下一张照片 其实因为去到祥宾 和这些滋贺园 很自然想吃近江牛 因为我们有团友都不吃牛肉 所以我们刚才午餐 都未必有些餐点没有牛肉成份 但有些朋友也有叫近江牛的乌冬 超好吃 而且不贵 以由未尽的朋友 都会去附近的寿司店 外卖两个近江牛寿司 它有不同的选择 我觉得它好像牛有不同部位 这份应该是1000日圆 就两个近江牛寿司 牛肉是生的 最特色的 其实很多朋友去日本都会见过 就是它承托这个寿司的器皿 它们不用碟不用纸碟 只能给你一块虾片 变成你吃完这个寿司之后 也可以吃虾片 非常环保 有多样东西吃 非常聪明 在这个黑壁广场 其实有很多店铺 有些卖古董 二手东西 有些卖布袋 有些卖小精品 三副鞋物 有些卖艺术品 亦有些卖当地资鹤图 因为资鹤图也有很多 出很多食物 所以很多土产物品 都在现场买到 我们看看下一张照片 在土产店 都会看到很多冰淇淋的宣传品 因为当地的冰淇淋 都真的好吃 而且它最特别 就是在黑壁广场 它出了一只黑壁冰淇淋 我们看看下一张照片 虽然调转了 但也看到的 我希望大家 这个冰淇淋 其实是黑色的 拍出来带灰色 其实它是黑的 这张照片调到 技术上很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我在吃冰淇淋 我最初都怀疑 黑色的冰淇淋 其实是什么味 究竟是不是 是一个 是蜜汁味 还是 是一个 什么味 未吃入口 一直都有些疑惑 结果 原来是一个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 其实份量都很大 但是每人一杯 冰淇淋的份量 你看到有四个圈 所以都很多 味道也不错 夏天冬天 我也觉得适合 当然夏天适合 但是冬天 因为它虽然吃冰淇淋的位置 是户外地方 但是因为它设有些火炉在旁边 大家可以坐下吃冰淇淋的时候 又可以暖着身 想得很周到的 总括来说 滋賀园的长濱市黑壁广场 我觉得是值得去的 大家去到 我想可以多留一点时间 因为当日我也有点赶 因为要搭车回酒店 甚至大家可以考虑 留在长濱市留一晚 设计一个温泉旅馆 就可以他调地享受当地的风景 和购物的乐趣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 出本重温 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成绩订购支持